大家好,国台办最近在官方微博上发表国家宪法日宣传海报 台湾媒体解读,中国官方进一步准备研拟国家统一法的讯号 对于是否推出国家统一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也表示将采取各种必要措施,推进组合和平统一进程 台湾陆委会也回应了,中共当局任何违反和平民主和非理性的单边法治 我们不接受,更不会承认 朱凤莲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关于国家统一规定是明确的 将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组合和平统一进程,坚决的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汉美国家主权和领导 那么台湾陆委会也重申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主流民意,长期主张维持台海宪杖,拒绝一国两制 对中共当局任何违反和平民主以及非理性单边法治 我们不接受,更不会承认 那很简单啊,从大陆这方面看啊,大陆制定这个统一法 从逻辑上说,为什么制定统一法,因为现在是非统一状态吗 是不是这个逻辑,那就很明白了,现在两岸是非统一状态 那非统一状态,对中国有好处的是什么,要统一,不要分裂 那之前说的什么两岸维持线状,那就是要分裂状态 分裂状态呢,是一东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中国政府方面承认的一种状态 最终呢,还是要统一的,那怎么统一呢 两种嘛,底层逻辑给你告诉你了,两种状态 一种是什么,合统,一种是武统 而合统呢,有没有戏 我不多说了,所有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台湾啊,合统有没有戏 很简单 大陆这些天天讲合统的,他们讲的合统的理由都是什么 都是骂武统不好,但是从来没有说什么 说合统的方法,他们没有方法 没有合统方法,只能天天骂武统 来彰显自己跟武统不一样 他们没有方法,没有策略,怎么合统 能合统吗,不可能 他的合统派唯一的办法就是骂武统 这彰显自己跟武统不同 所以说合统没戏,而武统就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逻辑跟你说通了吧 两岸现在是什么,分治状态,没有统一 你要完成祖国的统一呢 要么合统,要么武统 而合统派又很无能 确实无能,台湾人不接受 合统嘛,你得让台湾人接受 大陆人都支持合统嘛,没有人希望打仗嘛 但是台湾人呢,那是另一种态度 合统啊 你不动武,台湾人绝对不给你统一的 这不用我多给你废话 大家都是什么 心知肚明台湾是什么样的 另外大家再去看这帮合统派啊 你也就把这个事情也看清过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骂武统 你问他合统咋捅 他说不来个12345 这是第一点,对大陆方面 看清合统派这帮人无能的状态 最后也告诉你,只有武统 哪有什么合统 不动武,台湾是绝对不给你统的 那对于台湾人来说 我希望告诉所有台湾啊 那些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啊 包括爱中华民国的 认为中华民国也是中国的 你要记住啊 台湾现在跟中国啊 从这个陆委会啊 这个说法上看啊 就是台湾的民意是保持现状 而保持现状 反对统一 你看反对中国的这个统一法 是什么意思 拒绝统一 拒绝统一 就是要独立嘛 维持现状其实也是用独立啊 不要把维持现状 好像当成是一种 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 我们就不是台独 错了 你们也是台独 只是一种什么 不像民进党那么激进的台独 只要不同一 那就是独立 人类是 人类社会就两种状态嘛 这个国家的状态 要么统一状态 要么独立状态 你不能有第三种状态 对吧 既不同意又不独立状态 没有 没有的 那种状态不存在的 你只要是不支持统一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独立 所以大家呢 海外华人也要看清楚啊 这个台湾人 他的用意啊 每天给你 我觉得给你画大饼 啊 未来中国怎么怎么样了 我们就给你统一了 都是画大饼 啊 中国什么民主化了 台湾人也跟你统一了 也是话的 台湾人的心思是什么 我们就要独立 只是利用你中国 给你洗脑 各种想法 给你洗脑 我们是吧 我们 我们就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是独立的 中国人 不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跟你不同 然后逐渐逐渐的 一代一代的就开始走向台独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我其实早就看透了 台湾人这些想法 很多台湾人的还在降 我们不是台独 我们当然台独 我们就是维护中华民国 你要真维护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有个统一法 统一宪法 你可以来跟中国大陆谈呢 两边谈统一吗 但是你看台湾人现在做的什么 谈都不谈 反对统一 听懂了吧 反对统一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整个台湾呢 包括那些中华民国派啊 包括什么马英九啊 不统不都不 强调这个 维持现状的 其实都是拒绝统一的 这才是台湾人的底层逻辑啊 只是换一种说法 拒绝统一 我觉得呢 所有聪明人都应该看清楚台湾的用意啊 拒绝统一 其实就是走向台湾